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常看到一些爷爷阿伯或者甚至有身心障碍的人 他们就是会来做外送的这个工作 那如果我们自己的单子也给他们来送 他们是不是就可以多一个收入的机会这样 盈利同时也为社会尽以分力 公益创业这条路上 嘉义市政府给了慧山和其他女性有更多能量 嘉义市的我们的女性劳参率很高 那为了让这个社会企业的这个创业模式 在嘉义能够更具体的来实现 然后又能够融入这个女性的一个经济力 就举办了这个社会创新及社会企业的创业竞赛 选出十组 我们的总奖金是一百万 最具体的帮助 如果以这支创业竞赛来讲 不是那得到那十万块的奖金 是我们透过一连串的一个社会学院的一个赔例 有六十个小时的社会企业课程的一个赔例之外 其实我们还有夜市进场的辅导 老师你看我们现在这个菜单这样子改 应该有好一点 很常客人走进来 打开菜单盖上去就走了 然后老师就看了一下我那时候的菜单 他就说 你这个菜单只有文字 价格 必须要把你的一些特色一些优点 或是甚至你自己把照片放上去 然后就状况改善很多 解决经营痛点 再来就是给这些社会企业的产品 有更多曝光机会 我们的所有的团队都可以得到 非常专业夜市的辅导 甚至我们可以来星光三月 这一个这么好的一个通路 来去推广我们自己的产品 让更多人看见 从科技也转身 投入手作包制作 正前运用回收素材 主打再生设计 更透过共工方式 让在地妇女的人生下半场 像她手中的布料一样 展现不同的可能性 教学过程当中 其实我认识很多跟我童年 甚至比我年长的女性朋友 从生长中 其实我们可以做到互相的陪伴 然后呢 也许他们从这些成品的贩售 得到的一些薪资 也可以增加他们的一个成就感 在此呢 也要感谢财政部 以及中国信托台湾彩券 在110年呢 溢注了盈余经费350万元 让嘉义市政府呢 顺利推动社会创新 及社会企业创业竞赛 以及后续的赔力创业辅导课程 目前工技辅导是9家的 女力社会创新社会企业 以我手中的公益彩券 绽放女力扎根社会企业 让行善更能永续 东森财经新闻 黄婉如成为又在嘉义的采访报道